所谓明以时为天,农业未来的发展必须跟上国家的脚步,才可以让国人风衣足食。 针对第十二大马计划,农业及农机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透露,当局目前还在研究更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新政策,以便落实政府推行的共享繁荣概念。 沈志勤指出,该部目前已经商讨出四个新的农业政策,包括奖励将五公顷农地管理有序的农主和鼓励青年投身水稻种植业的发展。 同时,向农民组织、政府相关单位或私人企业提供200到1000公顷的土地进行耕种,并且时常关注联邦土地统一级复兴局成功实行的水稻种植政策, 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来源。